放假出街玩 我是中思姐 我是小師妹 今次去到我們玩轉澳門的第五條片 繼美食、酒店、行程都被我們趕勻之後 我們今條片就來個澳門葡萄酒 嘩 爆了咪 我們今次一共走訪了六間葡萄店 有老字號 也有新進的人氣店 究竟每間我們等多久才有得吃呢? 哪間是最好吃呢? 又哪間又令我們最失望呢? 看食評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like comment share 做齊我們就很開心了 說明是葡萄Battle 第一站一定是去人人都認識的瑪嘉莉 平日都要排隊 影真是長期人龍店 馬上計時 看看我們要等多久了 嘩 嘩 對 不過因為我們是平日 一個十一元六個就六十五元 六個都是便宜的一元 對 我一個檸檬水 另外一個奶茶 買完就會進入紙袋裡給你了 而且它的酥皮真的做得很酥 而且你一邊吃一邊摔 對 不停摔到整個袋都是碎碎的 這個燒焦度 如果再燒焦度 應該會有一股苦味 但我覺得它的酥皮很酥 香脆很多牛油 對 很香 這就是肌荒的陷阱 很容易睡 你看我整個手都在酥皮 十分來說我想有七點五 第一站已經這麼好吃了 澳門葡萄的標準真的這麼高 第二站就來到安德魯 這間都是葡萄界的名店 你看這條長龍 就知道不惹少了 立刻計時 立刻看要等多久 嘴尾是在這裡的 目測得有十十塊在我前面 好 那是葡萄界 麻煩你 好 慢慢慢慢 你慢慢 謝謝 謝謝 麻煩 哇 它的袋子也很脆 很脆 嘩這個好像是私平 葡萄界 十一元件 給你看到的酥皮 旁邊是沒有那麼黑色的 沒有那麼多層 對 而且摸上手也沒有其他店 一碗就脆 嘩 超熱的 它的蛋漿 其實它不甜 它的焦糖是有點黏牙 焦糖 有些黏牙 不焦的 對 很黏牙 而且它是菸硬派 那些是要用牙力去咀嚼的 對 收皮之前是蛋漿 它的蛋漿我覺得是偏實的 但蛋漿沒那麼重 老實說 很滑 很滑 但蛋漿不像其他那些那麼濁出 它也是的 它對人很快 所以焦糖快 不太出色 我給我6.5 6.7 我給 你很不得感 其他東西加起來 一脫 你這麼出名的 竟然那個袋子是這樣 不過可能環保一點 不要搞那麼多 不要搞那麼多 無謂的 去到第三間 我們搞搞新意思 吃這裡創意版的冰火葡萄 這間是走魔幻爐線的手工雪糕店 它推出的法式冰火葡萄 每天限量供應 我們那天就是平日4點多去到 都只剩下最後兩間 這間其實就不用等的 走到過去就下單了 但店員安排就有點混亂 最後都等了大約10分鐘才有得吃 你看看 葡萄的樣子多漂亮 上桌還會有火槍燒蓉上面的焦糖粒粒 再加上金箔 真是打卡打到手軟 其實它是一個酥皮包著雪糕 雪糕就用法國的特級雲呢拿做成 加上焦糖面真的好像在吃Creme Blay 酥皮吃起來硬身挺身 它不像平常吃的葡萄 類似那些馬克林的Fran 裡面都是這些紙 所以基本上這些紙 都吃得好 這杯這個小酥皮 還有焦糖粒 我之前的蛋真的好信心 看不到東西 小心它會一邊吃一邊溶 預備定紙巾先了 好,來不杯 這裡的飲品都很有魔法特調的感覺 很多款都是變色飲品 我們就叫了一杯士多啤梨勒契 有杯抹茶漿給你倒進去 真的很適合拍照 這個冰火葡萄是46元一個 漂亮就漂亮 但焦糖就有點黏牙 而且這間店鋪音樂實在太吵 所以我們決定給6分 很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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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間就來到這間GOLD BAKER 它有個升級版的巨大化葡萄 你看 幾長人籠 大家都在等著這個奶落花杯子 看 看 到我們了 到我們了 快點進去看看它的麵包櫃 馬上點他這個巨型葡萄 奶落花杯子 嘗嘗 好了 我們買完的出來了 是幾個台幅 是 12.3 用了11分鐘 花杯子 就有原味和玫瑰 另外 還有抹茶味 拿上手 真的很怕它掉 因為整顆拳頭這麼大 很聚手 真的很符合它的名字 花杯子 你看旁邊的扭文 整朵花 很脆 酥皮 我覺得它是酥脆 但它不會太油膩 但它很酥脆 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 這個餡真的好像溶癌一樣 超級流心 有一點點焦味 真的很脆 很硬的 這個呢 它是非常之重的芝士 我覺得吃第一口已經很 嘩 這麼厚的芝士 是很濃 基本上你問我 二份一個 我都未必完成得到 整個忌廉芝士放進口裡 沒有什麼程度 很重 它裡面的忌廉芝士好像雪糕 像奶油 質地 嘗嘗這個玫瑰味 真的很酥脆 它的鬚皮 當然是偏厚 而且很有層次 反而玫瑰這一部 真的吃到玫瑰的清甜味 那個味道很花香 一口裡爆了玫瑰的花香味 是很出色的 花蜜 然後再加一些吉士醬 好像是一個融中的布丁 這樣 雖然它偏甜 但我覺得反而要有一點 如果你要我排兩小時 我會非常強 因為如果我排四個字內 我可以接受 但是它是大的 有七分 我會給七分 也是 流啊流啊 玫瑰味真的出色 我好害怕 好害怕 很長輩啊 有你的手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們有帶紙巾 是 不然怎麼辦 吃到整身都是 超多人吃的 就是這個開心果沙翁陽角 不說那麼多了 想知道多一點 就看上一集了 接著就來到這兩年 超出名的白木烘焙 雖然它說自己是套師專門店 但裡面有個酥皮蛋撻 超爆紅 我們去那天就是平日的兩點多 所以是零秒等待 整大盆蛋撻等著我們 12元一個 不知道味道又怎樣 立即買一個來試吃 它的樣子看起來有點凍凍 而且旁邊的酥皮 真的很高身 我一進口就吃到焦糖那種焦味 即是那種苦劍 其實呢 我想它是太過 焗得過頭一點點 但是呢 我一吃下去 酥皮是很酥脆的 你看到風皮的感覺是白片 好嗎 不然覺得不太美 不知道 它的餡料其實做得不錯 而且它的蛋味很重 而且它的蛋味很實淨 就是它很有滿足感 它的蛋 它不是流心軟的 它是真的實淨的蛋 但是蛋味很濃淡 它是比較像香港 Bayhouse Greg的蛋炭 對 覺得不想再吃跟香港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可以放棄了 對 最不好就是它真的不容易 即是呢 它放在這裡是失溫 它真的有點凍 這樣 後面會這樣吃 有些膩和乾 對 我給6分 嘩 瞬間 已經剩下4顆 很早的 2點已經清了一大盆 說時快那時遲 這個美女已經夾了 嘩 是清啊 清瘋啊 夾了 嘩 夾了4顆酒 已經 我們晚一點 4、5點 就去了白木在果蘭街的另一間分店 都已經賣光了所有葡萄了 認真 走快有手萬無 想看白木分店的詳細介紹 就看上一集澳門美食 最後一間 就來到這個葡式甜品店 它就把葡萄和奶色結合 這幾乎每個人來到都一定會叫它 葡萄炸彈雪糕特飲 葡萄當然就有單買 大的就12元一個 維里就8元一個 但是我們都想試一下它這個雪糕特飲 上面就有一粒的色版的葡萄 好像深水炸彈一樣 入口很酥脆又不太甜 有蛋香和肉桂味 沙冰奶味超級濃郁 裡面有溶的雪糕和巨量Cream 甜到爆燈 這個葡萄其實真的做得不錯 我們就會被緝 吃完這麼多葡萄 我們都飽到上腦了 大家對我們這個葡萄Battle 評分又怎麼看呢? 真的很飽 頂不住 現在肚子有很多牛油 下次再跟大家吃吃吃吃 我要先休息一下 拜拜 給大家看評分表 究竟你們會想吃哪間呢? 告訴我們 TEDA revolutionary 屋特